还是说中国会不会再次出现像文革这样的那种大动荡 我觉得这个首先要明确文革到底讲是怎么一回事 很多人都说中国会不会再来文革 我觉得如果是指发动所谓的群众的造反派来整当权派 这样的文革我觉得今后是不会再有了 因为现在没有人敢冒这样的风险 不管是谁甚至包括薄熙来 我觉得有人说他是想再搞文革 但是薄熙来不会发动重庆的老百姓去整那个 去围攻市委吧 去围攻那个市政府吧 但是我刚才已经讲了 文革其实本质上并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件事 文革其实是一场传民的灾难 而且文革中在造反派迫害走资派的同时 有大量的当权派和保守派镇压造反派 甚至屠杀造反派的事 是吧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文革当作对老百姓的一种虐待行为的话 那么其实对于文革而言就不是是不是再重演的问题 而是实际上文革的这个根就一直就没有断掉 就是我们这个体制下老百姓的一些被迫害 被受难那样一种状态 实际上是需要我们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化解的 如果我们不能消除这个体制的弊病 是吧 那么文革出现了我刚才讲的那种 那种就是针对那种老百姓受害的那些场面 虽然可能不会那么惨烈 但是实际上它的根一直就存在 是吧 从这个角度讲 文革其实不是什么会不会再来的问题 而是一直就没有根本退出我们这个历史舞台 这还是中国需要通过改革解决的问题 谢谢大家